我也认为当然大众红法 基本上就没办法太深入 因为这几名会共业互相影响 没办法 没办法会影响 但是私底下对一两位真实有心的 那你会发觉讲的内容感受就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很喜欢很重要的东西 要私底下去作业 但是他只是说我传给你 等你已经篡息了 你先升起了这个觉受 已经有一种感受 那你一定要广传 广传 那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有这种秘密 所以这有他的特点 但是无论如何善男子 于是佛法中 所以我们已经听闻佛法了 背音恭敬 那我们要加百万倍的 恭敬三宝 恭敬爱念 真喜欢修行 真喜欢拜佛 真喜欢清净善知识 读诵经典 诗为空性 但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动机 升起清净心 不要利用佛教 不要利用佛教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有些人清净佛教是为了卖什么东西 有些人清净佛教是 哎呀 我才能无聊 满足我的虚荣 满足我的欲望 那这个都不清净 特别 于善知识中 因声如佛想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把他 你对善知识有一百分的信心 那你就得到一百分的加持 当然 如佛想是 只要这个善知识 升起一个不退转的菩提心 他就是佛了 因为他必定成佛 但是我经常认为 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古佛再来 我以前还不知道什么叫古佛再来 这些过去已经成佛的这些善知识 就不断的在视线 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每次念噶玛巴 我就会想到阿弥陀佛 现在我已经认为噶玛巴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你念噶玛巴 一定可以往生净土 那不是阿弥陀佛是什么 而且佛佛道统 你念莲花生大师 他也是阿弥陀佛净土来的 所以有各种的视线 而且莲花生大师大家 他的心是什么 来一切诸佛之心 哇这个太重要了 莲花生大师是 所有佛的菩提心悲心合起来的 又叫莲师的心 哇这个力量可大了 不是一尊佛的心 但是这些都是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信心 像我永远觉得 莲花生大师 永远在加持我们 在我们头顶 在关心我们 对我来讲 他是真实的 哦那大宝法王又是莲师的化身 不可思议 那这些祖师大德 那印光大师 红衣大师 他们都是视线在来的 所以我想 那我们要生起佛 那生起佛想就要来皈依啊 而不是说参考参考啊 不能这样 你要有绝对的信心 你本来决定要咚 这些如佛的善知识告诉你 吸 OK 吸这样啊 那这个要皈命了 那你才能够得到加持 所以那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当作佛 那你就永远有佛在加持你 为什么 唯善知识守护顾 因为这个善知识想要加持你 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 他的加持就像照到石头 没有用 就像莲花生大师说 你一定要齐请我 我们各位要多念连识齐请文 这有一段很不可思议的故事 你念连识齐请文 他马上就完全的加持你 进入你的心 你会感受到他存在的 今天我们台湾人也不错 那台湾人说 哇 这功来啊 这功来啊 对不对 太主要来啊 我们从小就认为说 神是存在的 神会附在人身上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那佛菩萨更灵 更灵 但是问题是 你要有那个信心 那你是活在佛菩萨的世界 只是在帮助这个五左二四 如果一个人没有 活在佛菩萨的世界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世间糟糕啊 乱七八糟啊 不相信啊 骗来骗去 你会很失望 不能有这个心态 这个世间本来就如此 但是念一下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我很早就体悟这句话了 所以我写这句话 我们心里面跟诸佛菩萨 在净土的来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尽量慈悲 就像你去屠宰场 你要去骂那个杀猪的人嘛 对不对 那些猪被杀胎也没办法 你现在能够救嘛 你也没办法 当然你一直看到猪 一直哭也没办法 你看到杀猪的人 要打他也不是办法 我们只能说 对杀猪的人 可怜 你的业障 你的业力 变成没有杀猪 没钱赚 猪也可怜 人也可怜 我们如何两边 都要关怀他 不然有些人说 这个人在杀猪 你不要跟他讲话 更要跟他讲话 因为我的妈妈在他手上 救一只也好 救两只也好 而且那一天我有送给一个杀猪的老板 一个最强的法器 我送给他旁边的居士都吃醋 我说叔我让你这么久不拿出来 我说你没事情 你没事情 那些事情比较大 因为他负责在杀猪 那一个月 他们说他们那边猪 一年要杀五万只 我听了差一点昏倒又起来 五万是什么数字 五万只放在面前是什么概念 听不懂 所以一定一定要 你这个戴在身上 这是嘎波康布 留下来少数几个大掐齿物 你戴在身上 怨你所有在你身边杀掉的猪 都可以得到超度 所以这真是如此 这个老板也有善根 听到我们过几天要去屏东演讲 他就跟那些杀猪的同学们工作人员 老板一人给你六百块 晚上里面就通通去听课 去听课付六百块 人家也有善根 我还在考虑怎么讲呢 来了一批杀猪的 那你要讲杀猪不好 人家站起来就跑了 你要怎么样讲呢 让他慢慢有一点善根 慢慢慢慢 对不对 慢慢他成为我们的菩萨 透过你的手把猪给超度了吧 没办法 因为你不可能叫他停止那个作业 你要用什么方法 但是至少这个老板 有善根 有善根 有钱真好 各位来参加八观灾界 领六千 那多少人来啊 所以因为善知识守护故事说 今天如果你把善知识当作佛 那这个佛就时时刻刻在保护你 干嘛把钱 那你不可能不成佛 那你不可能不成佛 那在爸爸妈妈在佛的呵护之下 那你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所以我想那重点是我们的信心 清静心 第六 来 若欲成就一切智制 应决定求真善知识 善男子 求善知识勿生皮屑 见善知识勿生验足 于善知识所有教诲 皆因随顺 于善知识善巧方便 勿见过失 华言经 那我们最大的目标 也是各位做完功德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就是回向成就一切智制 一切智制就是佛陀圆满的智慧 你有佛陀圆满的智慧 你就可以普渡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这个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如果各位真想成佛 得到佛陀的圆满的智慧 当然这个圆满的智慧 一定是有圆满大悲 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智慧的 所以如果各位 我们想要成就佛陀的智慧 应决定 这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像阿底侠尊者 冒险坐船几个月 到荆州岛 就是印尼 去亲近 我们叫菩提心的教父 就是 就是金州大师 真实的接近他 十二年去学真实的菩提心 带着这个菩提心 然后又去西藏 把这个菩提心带给西藏人 成为西藏佛教之父 阿底侠尊者 但是很多人把菩提心当作读多少书 我们会讲课当菩提心 不一定 不一定 菩提心是一种 所以一种心灵的感受 就像各位 你看到妈妈就想要 就想要让她快乐 她痛苦你就心里很伤心 真想抱着妈妈 就是这样而已 跟有没有读书没关系 那这个感觉很重要 那有些人就没妈妈的小孩 你怎么跟他讲 妈妈是长得什么样 你根本没办法讲 没有吃过糖的 你跟他说糖的味道 你写了一百本书 也不知道糖的味道是什么 所以各位 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佛心 那你要去亲近这个真实的善知识 这个真实有空性背心的 这就是佛菩萨的化现的 那你才可以了解 所以应决定求善知识 那你已经碰到善知识了 真的有福报 所以我一直介绍大家 就亲近大爆发 那是古佛再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抓不到他的薪水 那也没办法 那至少你亲近到了 得到世间的福报 那这个世间太多了 你只要广众善根 发起菩提心 那你就看得清楚 就像慧眼是神通 你马上看到那个石头发亮 你也看得见 什么是菩提心的善知识 但是你已经接近了善善知识 求善知识勿生皮屑 所以各位要亲近善知识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阿底峡尊者一百多位善知识 善知识也不要固执 我有一个位就够了 不行 像我天天跑天天跑 我说请别人帮我介绍 有没有什么善知识 善知识要去亲近 像我们这一次去 假查仁波切 我最后亲近到 缩解仁波切 哇 无量受佛 常受佛的化身 唐东家婆尊者的视线 所以很多人回来就很有感应 哇 看看老老人波切 笑一下你全身心情好 不知道为什么 得到加持 所以这个就是善知识 他的力量是超越原文字的 所以求善知识勿生皮屑 千万不要说 我发觉有些读书人很骄傲 或是说 他有些修行人也很骄傲 我就这样就好了 我就每天在家里一直念 我就闭关 这样 你已经脱离善知识了 你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我要念几遍 我要怎么做 但是你永远没有善知识 你问他你师父是谁 大家都也是 没有就讲没有 没关系 因为他心中没有善知识 有时候你到底听谁的 听我的 听自己的 还用自己的想法在修行 为什么 没有善宝加持他 没有善知识加持他 不可怜的吗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有善知识在加持你 在回向给你 就算再远再远 你都有感受 这善知识的力量 它可以进入你的心里面 再来 见善知识勿生厌足 你不要觉得很痛苦 跑这么远 跑这么远 所以 而且那边环境又不好 所以 不会 多久 一段时间 一定要去加持 勿生厌足 于善知识 所有所教诲 皆因随顺 你要一教奉行 法随法行 而且要顺从的 去把它实践完 因为善知识 他有神通也好 他了解你 他了解你 你很喜欢读那个经 你很喜欢善知识说 你先拜佛 你先忏悔 你先如何 那你就要一教奉行 你如果说 那个太浅 我的地藏经读几遍了 你 我现在应该要读什么呢 善知识说 你还不了解地藏菩萨的本意是什么呢 那你就跳过去也不行 所以 所谓善知识 至少他像一个医生一样 知病因 也知解病的药 他都会给你 而不是说 所以上回有一位大法师 我请他去见一位高僧 那个高僧说 你先念完四归一十万遍再来找我 因为法师有一点 请不吝点语